接着我们带你来看这户凶宅 还记得去年警方侦破了台版的柬埔寨案麻 诈骗集团把60多个人囚禁在一间房子里头 造成三个人不幸死亡 而这一户房子就因此成了凶宅 现在已经整修完成了屋主开价1350万元 没有想到在鬼门关的前一天卖掉了 这位投资客连看房都没有看直接入手 去年11月警方破获台版减宅 检浦寨诈骗集团 嫌犯一共囚禁61名被害者 造成一人跳楼两人命丧屋内 事故现场被网友称作桃源清浦寨 明明成了凶宅竟然还能被火速卖掉 房屋业者在脸书社群po文 表示同频数上下楼 在八月成交价为1600万 但这间只开价1350万 相当市价打了8.4折 最后房屋成交价格为1150万元 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影响周遭的防御 交易价格 影响当然是有 但是还好 其实还好 只有那一栋 那你住在这附近会不会担心 不会啊 不少民众表示 凶宅住起来会毛毛的 不过实际来看 2020年这家实价登陆网 成交价格为1080万元 即便闹出三条人命 还能小赚70万 据了解买家是一名炒房的投资客 当初没有到现场看房 只看了格局图 就决定花下一150万元买下 还表示房子再放五年 房价一定会再涨 即便它是凶宅的话 还是有人愿意花现金 1300多块去购买这一间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的市场在 凶宅会影响整个社区 到整个地区的行情 我觉得 倒是不会影响太大 桃园地震局也证实 确实有此交易 不过目前资料还在办理中 所以还没有在实价网登陆 如今这间凶宅 在鬼门关的前一天 成功抛售 也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三立新闻 十明起去道云 桃园采访报告